接下来我们来制作一个关于马赛克的一个案例 那么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将会学习马赛克滤镜的使用 以及它的表面上如何去生成这种小点点 那好我们看一下圆图 在添加马赛克滤镜之前 我们先为圆图复制一份 复制好之后点击滤镜像素化马赛克 那么点完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单元格大小的参数 去控制里面这个正方体的这个样子 当你数值越小时 这个点点也就会变得更加密集一点 数值越大时会变成这种结构 那么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就把数值适当的调小一点 能够看清楚它的大概的轮廓就可以了 好那么看清楚之后 如何就为表面上添加一些那种格子呢 就需要打开我们的马赛克方块的这张素材 那么其实这张素材的制作也是比较简单的 一个呢 底部是矩形 然后呢 上面加一个圆形 分别给它们添加写面与浮雕 就可以完成这个素材的制作 那得到它之后 我们需要给它定义为图案 点击我们菜单栏上的图像 在编辑里面啊 编辑里面找到定义图案 点击 点击之后呢 再点击确定 然后切换到我们当前的这个是图 新建图层 建要图层之后 我们呢 给把这个填充 填充上去就可以 把我们那个之前定义好的这个图案啊 那么怎么去将它填充上去呢 我们可以使用矩形工具 把这个整体给它画上去 画上去之后呢 在形状的属性 这个属性中 对吧 纹理属性啊 可以选择我们刚刚定义好的这个造型 这样它就全部填充上去了 这是第一种方法 那么第二种方法的话呢 我们可以新建图层 在工具栏中 找到渐变工具 渐变工具下面呢 还有一个东西呢 叫油气筒工具 选中它 找到油气筒工具之后呢 它默认填充的是前景色 其他的意思呢 就是把颜色填充进整个画面 是这个意思 而我们现在的话呢 需要填充的是图案 所以说就要把油气筒工具的属性 由前景改为图案 改成图案之后呢 再点击这个小箭头 选择自己刚刚定义好的这个图案 并且在画面上进行点击 点击之后 最后一步 我们呢 将这一层的混合模式 给它呢 进行一些调整 你看这个是叠加的效果 这个是楼光的效果 然后强光 亮光 感觉亮光的话呢 对比度还可以 看一下这个 会变成一个这种感觉 那么在混合模式的话呢 这个大家可以多次啊 去给它进行一个尝试 就像叠加 然后楼光 强光 亮光 线性光 点光 这个实色混合 你找一个 比较强烈比较对比的就可以 在这个例子中啊 使用亮光 会更加合适一些 点击它 那么以上呢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案例的制作过程 我还没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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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过 对比较好 我还没想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